可以总计获得150分的学分 哇哦 而紫队只能获得120分的学分 两位组长可以自由分配学分 但每位组员的学分不能相同 至少要相差五分 不一样的 不能选拣 在组长公开结果前 所有组员需要选择接受或者不接受 选择接受则获得学分 明白 选择不接受时 如果你得到的学分 是组员中最低的 那么你就可以和组长互换学分 如果不是最低的 那你所获得的学分就会减半 这是给你的一个优势 你好好珍重珍重 我相信贝比 不会给我最少 有你在 我也要考虑一下 两位组长到两边写吧 咋分呢 还得赞算数题 然后一会儿还得有个人去他们队 对 他刚才只看了你 看了我 是吗 我刚弄菜 我那手法 也是 我觉得贝比是个好人 对 贝比不会给谁最少的 但他总会有一个人是最少的 那肯定是你吧 你觉得还是 应该是 一会儿换队的那个人是我们自己决定 你定 我定 所以你就先到底 那我就可以奸诈一波了 那我就可以奸诈一波了 刘伦 一定 一定要凑够120 不要携手了 不要携手了 对答来说有段难 这对了吧 就像老师摇头了 小时候光当体育课代表了吧 数学没好好学 这个是对的吧 我写完了 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子队三位队员的选择 请揭晓你们的信封 接受 接受 给啥都 给啥又是啥 你选的不接受 不接受 给啥都不接受 给他最少是吧 确实是郑凯最少 你比他还少 对啊 想到了 因为凯哥不接受诚哥的分配 又少五个 所以凯哥和诚哥的分数要互换 所以最后诚哥拿25分 凯哥拿20分 只能说他预判了我的预判 哈哈哈哈 哎你们俩真的相爱相杀 哎 接下来看绿队的几位队员 接受还是不接受 双接受 我接受 我接受 不接受 两两边都不接受 两边都不接受 双不接受 甚至把接受改成了不接受 不接受大方 你 咋了 我好气啊 我本来想玩一个非常 玩个大的 奸诈的一个招数 啥呀 0 我是0 太好了 换70分 换70分 哪张 我的天 我料到了 他预判了你的预判 为什么给杨迪0分呢 因为我本来想派你去对面 如果你从对面把他们搞输了呢 我再多给你更多 你想的 太厉害了 他再画个饼 好复杂 现在如果按分数过去的话 只有队长过去 因为杨迪选择了不接受 所以杨迪和贝比的分会换过来 那在这一轮结束之后 贝比是0分 杨迪70分 那接下来就请贝比你要选出一位成员 从绿队去到子队 杨迪走不了了我跟你说 他永远都在我这个队里 你坚诈了我 你还要折磨我 我觉得现在就是那个游戏 已经不是你的主题了 主题是跟杨迪 你的主题就每次接受和不同 五中一把就翻身 我今天也拼了 那谁过去呢 谁去都行 就除了杨迪我们仨都行 那我估计杨迪可能你来了我觉得 那我去吧 好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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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来荣归鼓励 哎呀有人转班了呀 接下来我们马上去上第二堂课 制作技能课 学习如何制作四大金刚 伙伴我来队了 分头话下线 杀陷体育部啊走 来吧 来吧 走吧 来吧 朋友们 这综合馆啊 好香啊 门挡住我了 哎 真的有 真的有菜 欢迎大家 我们将在这里学习今天的第二个课程 制作技能课 哇哦 真的要做饭吗 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品种是我们撒线的点肉 点肉 你们看啊 首先叫我们的扁动皮换到我们的四个手指之间 那叫我们的路线 跳起来 抽开那大门子往里头顶一下 哎 那不还有包子吗 快看看他们包的 他其实什么形状没有那么大的要求 那你们平时包这个不是手足的就 对我们也可以的 我们真的不行 我们就可以就是 哈哈哈哈 可以出去整个飞掉 大家应该也都学会了点肉 相关制作 接下来这堂课的随堂测验 哎就要派出两位成员 一边拉轮胎 一边在操作台上包扁肉 合格扁肉更多的衣服破身 哎 哈哈哈哈哈哈 戳他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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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给他闻臭脚 哈哈哈 这种力把鲨鱼都拉出来 哎 鲨鱼像钉在了地上一样 对 老沙就看你俩拼手术了 三 老沙快 二 一 老师你看个行不行 咱这跑跑 老师说哎呦挺好干的